时事造偶像 很可惜现在的娱乐圈 我们似乎只在乎颜值够经典 不在乎偶像是否被打造 然而二十年前 娱乐界还不是这样的 在巨星辈出的八九十年代 比起自上而下的打造 他们更喜欢和自己一起 慢慢成长起来的偶像 这些人中故事很多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不只是同门兄弟 更是江湖儿女 比如梅艳芳 梅艳芳的母亲 谭美金是一位爱钱 爱赌又传统的母亲 六十年代 她只身一人从广州逃难到香港 套住年轻时所学的遗书 开了一家乐华中医馆 贴补全家 那时候梅艳芳不到三岁 有样学样模仿别人唱歌 不久梅妈便听出了诀窍 女儿的歌声与别人不同 似乎格外好听 梅妈找来了她的表弟 商量如何误尽其用 两人最终决定开一家音乐学校 既可以收学生 也可让女儿尽快成长 梅艳芳初次登台 是在丽媛与姐姐梅艾芳一起 一上舞台便赢得注目 今年后丽媛衰落 全家老少一起看戏的场面越发少见 有传言说 丽媛风华过后 梅氏姐妹小小年纪便游落到大达地和油麻地鱼龙混杂的地方 等街卖唱 卖唱的日子 跌跌撞撞 梅艳芳到了可以去叶总会帮忙的年纪 便到了最穷楼的酒家 那时候姐姐唱歌 她帮忙打点杂事 十年间梅艳芳几乎没有一刻休息过 明明是帮家里工作 却像是无人造福的童工 在叶总会唱歌 身心俱疲 嗓子也磨牙了 七十年代 唱片叶开始发展 叶内总有人提起梅艳芳的名字 作曲家李小田就经常听人说起她 一般知道一个歌手有酒郎的经历 我们都不太考虑 因为可能绘画大浓妆 风尘味十足 而我们只需你穿一条牛仔便足够 但听人提起四处多了 不免心动 有一次 李小田去铜锣湾旧总统席院 正好路过梅艳芳工作的华都 烟火缭绕的酒廊里 梅艳芳的歌声很惊艳 看得出来她喜欢唱歌 她把生命力寄托在了歌唱里 结束表演后 李小田对梅艳芳说 你要摆脱别人的影子 否则无法成为你自己 摆脱别人的影子 不容易 但机会已经来了 1982年 TVB与华星唱片公司 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梅艳芳和姐姐都报了名 十年的演出经历 练就了她老练的台风 她选了徐晓凤的风的季节 正好适合她的嗓音 顺利登顶了第一名 一时间 人潮涌动 人人都知道有个叫梅艳芳的女孩 赢得了比赛 十几年夜总会串场的经历 给了梅艳芳功底与勇气 也让她变得早熟 唱片公司的清纯套路 反让舆论充满恶意 这时候刘培基出现了 梅艳芳1982年刚出道 公司就开始给她物色人设设计了 找来找去找到了刘培基 那时正是她最繁忙的时候 个人服装店一口气开了好几家 与其他公司还有兼职合作 可接受梅艳芳她一点没有推脱 她说她爱阿梅微微笑纯实 那不明显现在脸上的骄傲 1985年坏女孩出来了 梅艳芳终于摆脱了徐晓凤第二的头衔 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对于梅艳芳来说 事业是她的支撑点 工作上她有公司护助她 有刘培基替她打颠 告诉她该留长发还是剪短发 是开演唱会还是去殷乐节 但生活上却无人帮忙 是独无独的梅妈 无业又欠债的哥哥开始 像鸡生虫一样等 助她每月寄钱帮忙还债 她需要真正的心灵居所 1985年梅艳芳在刘培基的鼓励下 前往东京殷乐节 唱了一曲日文版的《交出我的心》 如果说新人选秀不足以镇住观众 那摩亚洲特别奖与东京电视台奖两个大奖 足以让梅艳芳立足 这一年 事业起步了 也在这一年 她遇到了初恋 近藤真彦 近藤真彦已经有了女友中资名菜 但梅艳芳是难得一线的女孩 酒会上的一舞几乎定情 趁着气氛 她问梅艳芳 我可以吻你吗 梅艳芳说了好 她不知道她与中资名菜的事 吻别后的第二天 她要去澳门 又要梅艳芳同行 此后 默契的两人 每晚一通电话聊天 彼时彼刻的她 陷入了恋爱 为了近藤真彦 梅艳芳先后去了日本七次 她很幸福 她无法拒绝别人 更无法忽视自己的感受 她爱这个人 所以当她知道最爱的人 还有另一个恋人时 她崩溃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不想知道该怎么做 她去问好友 刘培基理智而冷静 她太了解阿梅 人只能活一次 你就自私一次吧 梅艳芳带住八百万港元 去了日本 分手 干嘛要带钱呢 或许梅艳芳希望钱 能给自己底气 然而 刘培基去日本探望她 发现租住的小屋子里 满是东西 各种各样的便利物品 她是那种哪怕 把自己为难死 也不会开口麻烦别人的人 不过分手还是来了 梅艳芳提的 但近藤真彦 似乎才是主动的那一个 离了近藤真彦的梅艳芳 在事业上迎来了突飞猛进 她把所有力气 所有不满 宣泄在了事业上 她可以连开15场 个人巡演 拼命追击香港歌唱歌手记录 1987年底的梅艳芳 在展芳华跨年演唱会 再次刷新跨年演唱会记录 舞台上 梅艳芳哭了 歌迷也哭 一边哭一边向梅艳芳大喊 不要哭 我爱你 1991年12月23日 三十场洪拐演唱会后 梅艳芳决定退休 她28岁了 唱了半辈子的歌 出道后又受制于嫁人拖累 一直在帮妈妈海赌 帮哥哥还债 她累了 倦了 没有了冲价 也没有了前进的方向 她站在高处 有了天后的名号 有了香港女儿的爱称 可高处不胜寒 她顶不住那种孤独 她只想夜夜升歌 醉生梦死 或许她只想有个人爱她 那几年 梅艳芳与林国斌在一起 林国斌这个名字 在当时也半红不白 毒蛇的香港媒体 把两人的浓浓爱意 描绘成了包养 吃软饭 不到两年 恋情报销了 1998年 京张国荣牵线 梅艳芳认识了 当时还在做健身教练的赵文卓 相差九岁的两人一见如故 发展飞快 梅艳芳还差点嫁给了赵文卓 不过 与上断恋情一样 女大男九岁 天后配小生 玩弄 私生活混乱这些词 再次充斥舆论 一年后 再次分手 恋情失败的梅艳芳 曾问过刘培基 为时摩都是她的错 刘培基说 她付出太多 地位太高 容易给对方压力 一次不能证实这话是对是错 两次便足够了 从此以后 梅艳芳仿佛明白了什么 她不再做无谓的挣扎 只放手让自己狠狠地扎进事业当中 可是 事业对她来说 确实太容易了 就连拿大奖 也是如此 1998年 反复退出又付出的梅艳芳 拿到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真奖 这个奖拼的是实力 如果当年无人匹配便空缺 梅艳芳轻而易举就拿到 在此之前得奖的 是红透70年代的邓丽君 梅艳芳对朋友和家人总是推心之父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早早隐退 移居加拿大的姐姐梅艾芳 2000年 梅艾芳已经患子宫癌10年了 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晚期 4月 姐姐离开了她 医生说 子宫癌是有家庭遗传的 两年后 梅艳芳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 医生告诉她 不太好 子宫癌 与姐姐一样 那一年 她很忙 也很拼命 她用工作填满生活 填满自己已经无法恐慌的心 2003年4月 只有张国荣从香港文华酒店跳下 她不顾自身 日日为她送经 朋友劝她休息 劝她放下忧愁 专心治病 她只说 两月后要去谢一个人 她去了日本 曲线她的初恋 锦腾真厌 她没把得病的事告诉她 死亡越来越近了 她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回国后 她开记者会 宣布自己患癌 宣布自己要开告别演唱会 演唱会会如期举行吗 梅艳芳说会 在工作上 她是永恒的斗士 她让刘培基帮忙设计开场和收场的服装 并多加一件婚纱 刘培基一生未婚 且婚纱时结婚时才穿 演唱会上穿恐怕不太好 梅艳芳坚持 刘培基莫再推脱 做了一辈子的歌手 梅艳芳最有掌控力的地方 便是舞台 舞台之外的世界 一如既往已经失去了控制 梅妈得知女儿把遗产分给了刘培基 哭住喊住说要打官司 格格梅启明海里直气壮地说 自己对得起妹妹 是妹妹对不起自己 而她自己因为体内积水 演唱会期间 腰围从50厘米涨到了75厘米 刘培基的衣服每天都要改 2003年11月 演唱会如期举行 这几年经历投资失败 与别人开演唱会失败 恋情失败的梅艳芳 易喜轩笑语沉鱼绽放光彩 她穿着婚纱 有陪及相陪 没有恋人 没有未婚夫 她说 我以为自己在28岁 或是30岁之前结婚 我希望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 也没有 说完这几句 她挥挥手 对自己的人生 做出了最悲凉的总结 扑来扑去都是空 八场演唱会 耗尽了她的力气 好似婚礼却又不像婚礼 因为婚礼之后 恋人们通常会开始新的生活 梅艳芳没有 再也没有新生活了 2003年12月30年 7年前的最后一天 梅艳芳病逝 故事在舞台之外继续上演 时至今日 我们捕捉盗棍于她的消息 仍是遗产纠纷 梅马两次申请破产的她 还在既往去世女儿的遗产 而对梅艳芳来说 这些终于都不再重要了 因为属于她的时代 早已落幕 只要有人还记得你 你就永远不会离去 风华金游在 似是故人来 梅姑 谢谢你 曾来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